凌晨兩點多 九輛機車騎到這個十字路口 同時停在路中間 有人沒戴安全帽 手上還拿著棍棒 看起來像是發生了爭執 但是沒過多久 他們聽到了警車鳴笛 越來越靠近 全部的騎士立刻加速逃離現場 有人邊騎邊回頭 就怕被警車追上 甚至有機車騎士 前前面騎得太慢 直接跨越了雙黃線逆向 加速往前衝 發現有一群年輕人 騎乘機車未戴安全帽 警車一路追到了巷子裡 突然被後方的機車騎士撞上 原來機車騎士是因為路過好奇 跟著警車想看熱鬧 但是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直接撞上了警車的車尾 警車的擋風玻璃 幾乎全碎 後來遠景乾脆直接下車 朝著聚眾逃逸的騎士 對空鳴槍 示意他們停車受檢 使用警戒退 對空鳴一發自止 帶回兩車四人調查 不予同日追棄區域的案犯 總共十一人到案說明 巨眾打架一共十一人到案 據瞭解這十一個人 是到安平夜遊的時候 疑似在路上互看不順眼嗆瞎 才會發生糾紛 之後警方以巨眾鬥毆和傷害罪 移送地檢署偵辦 307位王少爺和正鳳 台南報導